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客人一来 茶水给他配上 注意点季节 东喝红 下喝绿 就是 实在不愿喝 喝蜂蜜 必须要是藏着甜头 明天 玉田呢 你就负责叫醒户外 啥叫叫醒户外啊 负责客人来了 早晨六点钟 必须叫醒 往上户外山上跑路 让他们锻炼健康 好 你看看 王经理呢 你的任务是最绝对 你就负责七点半 必须让客人早点睡觉 不是我先问一句啊 那玩意人要不困你 硬要让人睡啊 睡不着他就闭目养神 他要实在睡不着的话 那价位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那睡不着什么着 那我们就开启夜生活模式 啥夜生活 就直接上船上 小酒包啊 反正我是舍不得 你说咱们从两岁多 就给腾飞爆来 养到现在这么大 我现在是不敢想象 你要是没有腾飞的日子 小孟哥俩咋过呀 他要是过来认亲 我能接受 他要是想把我儿子带走 就受不了 行了 妈 回来 萌哥 要我说 咱不用胖 那咋的 腾飞没有心呢 咱养十了年了 能没感情吗 那打他说来带走就带走了 腾飞不是那样害的 要我说都不能跟他去 哎 那咋把电动车给开去呢 爷爷怕你累 让你少走两步 刚才那姜奶奶叫您咋不搭理他呢 他没有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个事 以后那个人你少搭乎他 听了没有 为啥呀 搭人的事你不懂 原先爷爷对他也不错 觉得这人挺好 但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劲 后来通过我的调查 他是个大骗子 哎呀 咋调查的 他啥准备呀 八九不离十吧 还剩点结尾 我还正在调查当中 但是这期间你不行跟他来往 他让你做什么事都不行 听明白没有 嗯 好了 赶紧上学去 我跟你说 就咱家整这个民宿 就是想整的简简单单的 实实在在的就行了 没说的 这可爱子 都不行了没片 太好了 我跟你说啊 你看咱家整民宿 整的呢就是 要让它有田园化 有家的味道 而且就是舒服 而且舒适 对 你别整的事 大城市 你来了一个 哎妈 这跟我们那儿也没啥两样啊 就是 是不 对 白来了 后悔啊 所以到这儿了 咱就让他们像到家了一样 而且接地区 哎呀 行啊大孙子 打九十分 真的吗 值得表扬啊 这场景给你爸你妈看的 当给他们看 你妈是不是老高兴的 我觉得 我妈没那么开心 你妈不开心也对了 你知为什么吗 你看你啊 以前没打过这么多分 对不对 那么你突然打到九十分了 你妈心里那是非常高兴 但是呢 面目上她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啥 怕你骄傲啊 好好学吧啊 照这么学下去啊 你记住大叔 长大你不是清华 也是北大 兰娜 你在幼儿园不是学过吗 他懂得这老爱幼 老爷还没吃呢 你怎么能先讲 我这个就是给老爷的呀 那你怎么还要吃呢 我先替我老爷尝尝 你看我大喝 说得多好听啊 那个老爷先不吃 你先吃吧 多聪明啊 老爷 你看着没 这才是高手 不但高手 引进的反应太快了 就就这块啊 就跟我一模一样 你老爷现在 变相夸得自己聪明的 象牙山小诸葛 后继有人呐 我给你一百万 你让我把孙女带走 万 你你拿那么大什么人来 这咋的 我们卖孩子呀 那个 你先别说 你这么点啊 我刚才我老伴说了 我们家不是卖孩子 知道吧 我们养腾飞 我们喜欢 抱来了 我们就负责任 对不对 这跟你没有关系 前提是啥呢 你说拿钱这个事 我们也不接受 但是呢 这样 你容我两天 两天以后呢 我再找你担胎 看啥呢 你真雷贴 你有正事吗 你就咋看着这个老太太 这么的 你相容哪个老太太呢 啥玩意 我相容哪个老太太 这广场舞 哪个老太太有你长得好看 哪个老太太有你跳得好 跟好汉跳得好没关系 咱家这个民宿啊 被人投诉了你不知道吗 你闲上招呼你是 看啥有啥用啊 我这不也想招呼你吗 你想啥招呼 我看这广场舞 我有想法 你知道吗 你有啥想法 你看这上了年岁 他都爱跳舞 对吧 我心咱们以后给配点音响 把园子给它垫平 小墙头给它提起来 像炮楼一样 完了小灯光小射灯 啥啥一射 再整个圆球灯耍一闪 那昨天就是临时舞场